不应证 我们当然如果有人问你说 他们结婚很多年都没有怀孕 到底在养肺有没有方法 你们首先就要一样很客观的分析 要先去找医生 因为怀孕不是这个命理事的责任 那是夫妻之间的责任 然后是要这个妇产科来帮你做诊断 除非都妇产科都已经诊断 男跟女的都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才可以应用洋宰的方法 来看能火改变 生活 职场 环境 即加风水 它都有可能死 那个女孩子没有办法怀孕 好 那我们总结了几个项目条件 那尽量来试看看 第一就是在每年三大节日 竹戏端午中秋 就办一下祖先及地基礎 因为我们譬如说这个 五项九号的这间房子 一定有它的地基礎存在 这个是很多人都这么讲 我们就相信这个地有地的管理者 叫地基礎 那房间不要挂结婚照或山水照 因为山管能听水管财 那有山水照的话 所以要怀疑是有障碍的 那可在房间的东方及训方 挂婴儿的照片 东方是正 正养也就是大儿子 因为你要生儿子嘛 东南是逊 逊下断 就是大女儿 所谓生儿育女 就是东方跟 就是他们的得位方 就是东方大儿子 就是你未婚 对吗 你未怀孕 怀孕以后生出来了 男孩子叫正 女孩子叫逊 那可在卧床放龙饮六眉 防护包 就是卧床下面 龙饮 然后这个不要太平凡 再来看大门或卧房有被监涉物对盗 要用东西看住 像说你的床头 这个房间 床在这边 床头 你这边如果有一个叫做 两边不是有这个床头柜吗 其实这个都是叫做监涉物 或者你有一个 这个叫做衣柜 有一个脚 射到你的人 这个都算了 再来将门 门房或卧床放在圆缅方 我们刚刚说夫妻感情要好 是不是圆缅 所以圆缅也代表深耳玉尼的好地方 好 睡觉时 头朝吴柜方 他如果前命 女孩子如果前命 那前命就朝哪里 朝西北 如果是正命就朝东方 再来 放一个代表龙的 我们都没有看过龙 但是我们以目前的开入品 叫做麒麟 你可以把麒麟送植 麒麟是对生孩子有帮助的 男女双方不能让我们一起 要正常休息 对 这个 我去大陆也有几个 他们工作 他们是做可能穿食销的 每天大概都要搞十六个小时以上 很有成就 问题都是一直没有怀孕 那他先生说 我们该休息就休息 但是他那个女孩子就 说为什么要休息 因为明天 这个月的日期还没到干嘛 我就知道 只要他先生一开口 女孩子就出来嗆嗦 那代表这一对不起谁比较强势 女孩子 那怀孕的是谁 是女孩子 因为他心情不轻松 不要有压力 所以他叫我说 看了又没有什么方法 我说你只要心情不轻松 不要随时有压力 你想要怀孕都很困难 他先生也说对对对 那我说你现在是要你的事业 还是要你的孩子 如果要你的孩子 你事业 你就是朝九晚九到六点以后 你千万不要再为了工作 你就里面少得一些 他办不到 我说办不到 我再告诉你任何的方法都没有效 他先生就开始 为了想要孩子做 很骂他 骂他又被他 他才又回了好多句 所以我觉得他来找我 绝对没效 我也教他一些方法 但是因为这一步 因为女孩子想要反应 真的他软脂 精子在里面 要能够生存下来 是一定要好轻松的 那床口跟房门要静音静养 今天早上 张老师也在问他 那张红色的 红色的是什么 楼盘有没有 你们不是有夹一张红色楼盘 什么叫静音静养 我跟各位试试一下 有可能要先找一个 刚刚讲的那个是不是 不是说要称静音静养 最好吗 譬如说我们这个房间 这是一个大房子里面 的一个小房间 好 门开在这里 那楼盘就放在中心 譬如说我们的床口在这里 如果这里是坐北 这个认识会是不是北方 这是北方 东南对不对 迅南 陈迅寺 比武丁这三个三 就是南方 然后魏昆森是 昆马 西南 庚有心是西 迅前亥是浅 西北 然后认子轨是北方 那所谓静音静养 就是他的床头 呼吸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每天要呼吸的 这个位置 如果他是坐北向南 那这个南 那这个南 你要把这个楼盘 不是放在中间 放在你的鼻孔这里 然后把这个 这个叫做天使 对不对 把它对好以后 是不是这里 会有一个 这里会有一个方位出来 这个小带极 从这里 对这里 这里对这里 这里对这里 如果这里是 北 坐北 这个是北 这是不是南 那这里也是不是南 大方位这里也是南 那北这里 然后这个是东 东 那这里是西 那这里是北 那显然这个南 有可能 是不是东北的 东南 东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坐北向南 南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对不对 那这个是什么颜色 黃色 就是黄色 哇 这个刚好没有天盘 那你们在这里 后面还有一个天盘 有没有 看一下你们楼板 天盘没有在哪里 然后 输送 藏这边没有 在第几页有楼板 可以 有那个天盘楼板 我找一下 四十 八十三 全部都有的 八十三 连天盘都有的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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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 这里没有 这个这个没有天盘 没有 这是人盘 这是碧盘 这是人盘 还有一个甲银 那个二十三的 那这一页里没有 二十一 四十 我们现在在这一页里面 重点 就是 那这一页里面 在这一页里面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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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啊 太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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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你去 來 不然 不然 放棄 放棄 來 來 一百 五百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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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剛說坐北朝南對不對 這個是地盤 這一盤 那這一盤是天盤 這一盤就是人盤 你看一樣是坐北朝南 這裡是紅色的 那這裡的紅色是不是你看 這裡是不是比較偏過來了 它就是差了好幾度 那只要 它的像 這個就是坐 這是像 坐子像五 它如果是紅色的 它的門 也 也應該要開在 紅色的 才是 叫做靜靈靜靜 如果 它的門開在 這個黃色的 就不是靜靜靜靜 那我們 顯然這裡 可是東南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東南 東南 是在 迅這裡 如果是開這個門 如果翻譯這次畫 那它既然它的像是五對不對 那開訊 那有沒有 有沒有同一個顏色 沒有 那一定要想辦法把它 開在這裡 開在層 開在層 開在層才算 所以說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如果做 我們用這樣看 如果是做 做坤 做坤是不是像梗 梗坤是 做嘛 這邊是做 這邊是 更是像 那有可能 它開在這個門 如果是 做 魏坤森 是叫做西南 對不對 這邊叫西南 這裡一定是東北 那這裡是 東在哪裡 東 東東東 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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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之前 我們有可能 做西南 它有可能開在 北邊嘛 然後我們來看 北邊是在這邊 那既然我們做坤 是不是黃色的 可能是不是黃色 那我們希望它的天盤 這邊是黃色 但是全部 任職軌 是不是通通紅色 所以 你這個床就要 不能睡在這裡了 你可能要 我們把它轉一個方向 這樣 譬如說 好 轉一個方向 這樣 試看看 如果是變成做 這裡變成做西北 對不對 因為你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兩個時候 在鼻孔這裡兩個時候 既然這裡 這裡是西北 大面的牆壁 那小面的一樣 是做西北吧 沒有錯啦 因為只是移進來而已 那你就看看 西北 做西北 朝東南 那你就做西北 西北是叫做這裡 西全開對不對 那西全開因為這個門是不會變的 所以你如果說你睡在以前為主好了 錢的對面是什麼 遜 遜是不是黃色的 對 那遜是黃色的 但是我們剛好是在床頭那邊 門是從北邊進來 那北路 北有三個掛叫做任子葵對不對 因為黃色 哇 你開任子葵也不行 所以擺這樣也不行 因為這裡是黃色 這裡是黃色 所以這裡也不行 那我們再調一個位置 有可能你 你變成不要靠到這邊 你到這邊方向可能就差一個三 你懂嗎 因為門不能改 只能動那個床位 你來了 這樣你瞭解意思嗎 就是要靜音靜量 現在聽說清家長年法 這個靜音 這個不屬於清家長年法 這個是屬於叫做另外一個叫做 你氣派一個蠻重要的觀念 我講的這個 跟擺辦公室完全的道理一樣 如果你是一個 這間辦公室 你在這裡 這個門剛好是不呈現不癢不癢 那就不行 你就可能靠右一點 喔 涼起來 那邊我們的像是黃色 那個門也是黃色 如果說過來這邊 才是紅色對紅色 那就是調這樣子 所以你調床 跟調辦公室 是同樣是用靜音靜量 聽說這個效果 是因為我跟那個老師學 他每次去用這個反應都很好 所以我才強調說 靜音靜量在我們的 勒氣裡面 是勒到最正確最好的氣 老師 那通常的話 你那個 江青家 他是不是龍過堂 龍過堂 他那個 你哪個比較 通常哪一個先決定一下 如果你都已經像這個 在這裡 像這樣是不是龍過堂 這樣是不是龍過堂 因為左邊嘛 龍經過他的堂 這是靈堂嘛 如果他已經這樣睡三年了 或者是睡五年了 通通沒有 還是不懷孕嘛 或者生意也不一定好 那我們就要用靜氣派 因為勤家已經應戀了好幾年 好像沒有達到他下廟了 那你當然要用靜氣 所以我們剛剛 也許擺在這邊 來試看看龍過堂的環境 然後再來看看這裡是東南 東南是不是叫做陳迅寺 來 我們來看一下陳迅寺 是不是符合 有沒有納到氣喔 有沒有 陳迅寺 陳迅寺 好 我們以陳迅好了 迅跟什麼是對面的 錢啊 好 遜的像 是不是錢 錢是不是紅色 那他現在是開紫嘛 紫是什麼 紅色那就OK啦 紫是不是紅色 我們是做遜喔 不要看做喔 是要看像 像的那個顏色是紅色或是紅色喔 那做遜 像錢 錢是不是紅色 那個門又開在北門對不對 不管是葵啦 刃啦 紫 通通是紅色嘛 所以田徑擺這樣 已經符合是吧 龍過堂 又符合 靜音靜陽 這樣是最OK的 所以你的辦公室 如果是你是主管 你也有一個辦公室 你的辦公室也是這樣擺 就符合 納到靜音靜陽的氣 又是龍過堂 那我去教學會者轉回來 因為我在那邊 大陸調一個這個就是要那麼多錢 再講一下 老師你都是用地盤涼的 對對 座都用地盤為運氣 但是我們要調那氣是用天盤 門要用天盤 對啊就是看那個門 我們就是用像為它的顏色 剛才好嘛 但是開門也是要對它的顏色 不是用 像這個訊不是用黃色 用地質來做對比喔 是要用像的顏色喔 聽聽嗎 好 好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現在換闖擺在這裡 那是不是叫做東北朝西南 那有可能喔 我們是 東北叫做醜更林對不對 醜更林在哪裡 對不對 醜更林在這裡 對不對這裡 好我們可以取中間的 標準的啦 這是更啦 那更的對面叫做什麼 坤嘛 這個是不是像 這是坐喔 我們只是沒有把樓盤轉過來而已嘛 那這是像 那像是不是紅色坤 那現在開這個門是不是開北門 北門在這裡對不對 認直軌嘛 我們是不是認為 它就是直好了吧 那這個 碎這樣是不是 捆紅色的 那到紅色的氣 那就是標準的 所以 擺這樣 還有擺 擺這樣 擺這樣叫做什麼過堂 左邊 右邊的話是白骨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斷了正門嘛 那它的牆壁是不是經過它的名堂 它的前面叫名堂 那叫隆過堂 但是它怎麼樣 霍山洞 所以霍山洞霍山 山是不是管人丁 所以這樣的話比較 懷孕不能成功 因為它會懷孕但是可能會流掉 因為霍山洞 山不管人丁 所以代表除了靜陰靜陽以外 你更要注意 山有沒有洞 好 那你們就擺這樣 那叫東南 那東南 那東南 一樣也是叫做隆過堂對不對 那東南叫做陳迅士 是不是是不是神的掛 但是這個是做 我們要看向顏色 如果以做 赤 向 害 那是不是 赤害的話 看它是黃色 那看 台北邊門 是紅色 所以這樣不及格 所以這樣不及格 所以我們要把床 往這一邊移過來 看它是不是在頂山 因為陳迅士通通是叫做東南 但是我們從迅開始好了 做迅就像什麼 錢 做迅的話像錢是紅色 它的門開在紅色 OK 所以同樣一個東南 神訊是 做訊就OK 做事 就不OK 然後再看一下做餅的 做餅OK嗎 做餅要看的是 餅就是什麼 餅認 餅是對的認對不對 認識是紅色 對 它開紙門 紅色對紅色 OK嗎 可以 這個相當重要 因為現在只要你會這一招 去幫人家調辦公室 調床 或者調經理的 反正調主管的那個辦公室 最值錢 為什麼 而且盡量 你們以後要調 雖然是龍過堂 你就要記得 就 就盡量 不要逼龍 你這樣 辦公室在這邊 是不是叫做逼龍 因為左邊 逼龍 逼龍就是 要讓他們一天 一直想東西 一直想 但是想是好的 那你至少 一樣龍過堂 你就讓他有一個什麼 一個回血的空間 坐在這裡 這裡就讓他寬一點 這裡叫做窄一點 但是左動 千萬 因為龍邊可以動還是虎邊可以動 虎邊 所以他要進出來 你擺人家 要那個的時候 那這裡擺兩張沙發 我沙發椅 是不是暗山 叫做這個人的暗山 所以代表 你們兩個桌椅的人 就是來朝拜我了 就是我在辦暗的時候 你們要來朝控的 那走 全部你起來以後 你不要假不 從這邊 你每天從這邊走動 因為龍邊就要靜 後山也要靜 如果窗戶開在這邊 也是不好 因為後山又在 窗戶又在動 所以變成說 如果這裡是有窗戶 這一邊有窗戶 那你千萬 這個窗戶就要把它封掉 用那個板子 封掉 然後貼 可以做山 就是代表 有人幫你靠 有人給你靠 那你再來秧 因為你偏過來一點 如果能夠靜音靜陽 然後龍邊又稍微留一個 那是最好 就不會逼 不會逼得我每天來上班 就一直要怎麼賺錢 怎麼想 當動腦筋 讓它有一個危險空間 龍邊玻璃 但是 那就盡量少開 因為它動的話 龍邊也不喜歡動 但是 給它動一下 MARK 變成 開的話 如果說你的玻璃是這麼高 垃圾 電路